师父这无调查者无发言也的说法倒是新鲜,可若是真想做什么,直接下命令便是,何须弄得这般繁琐,总不能试试都调查一遍再做决断吧,那怕是黄花菜都凉了。 朱高旭亚然道,文言,院子里一些同样被江星火折腾成了黑面包宫的小官,小丽也同样看向了江星火。 这正是他们这些日子里所不解的地方,按理说,以国师这般滔天权势,又携评判白连教完胜之威望,在江南想要干什么,还需趁着治水的机会奋派他们这些人,甚至自己本人亲自一个乡一个乡跑过去,所有人拢共跑了一百多个乡,才出这么一份用以决断的调查报告吗? 拍脑袋不就完了吗?以前大家都是这么做的呀。 只不过,这些话他们当然不敢对江星火说,所以只能默默地憋在心里老实干活,江星火倒也不亏待他们,去乡里做调查是有额外的餐食补贴的, 说是餐食补贴,但数额却明显非只是一日两餐甚至三餐的标准,所以大家也就不说什么了。 但既然二皇子问出了他们心中埋藏已久的困惑,他们自然乐得听个答案。 埋头研究水利工程设计图的叶秀菜,此时也昂起了头,最近他跟孙坤已经快要进化成爆破鬼才了, 江南那些黑心是身修的豆腐扎堤坝,快被他们炸完,重修了个遍。 这里当然不是说我们做所有事情都是如此,那岂不是成了客舟求剑? 若是有些事来不及调查,亦或是某些事确实是常识并非等同于经验主义,便是另一个说法了。 但是,江星火拿起菩萨扇了扇风,继续说道,对于重大的,一旦做出决定便很难更改, 或者说更改了会造成严重后果的行政决策,那就必须要调查了,当然如果情况允许。 小的问题,因地质疑,因时质疑的问题,也得调查,不能想当然觉得所有政策都可以放置四海而皆准。 见众人还是有些不解,江星火干脆举了个例子,小故事语出浑然子,作者是明朝中叶的近世张冲,此时却离畜生还远得很。 倒是适合直接拿过来用,不予有什么文钞被人窥破的当大。 农夫耕于田,树兮而后一除。 行者见而审之,曰,甚以,农之舵也。 树兮而后一除,此田敬月不成。 农夫曰,与墨之所以耕,此可是我以耕之树乎。 行者解依下田,一息而树除,一除尽一身之力。 未及遗食,气节汉雨,喘喘烟不能作声,且扑于田。 未农夫曰,进而后知耕田知难也。 便在此时,王斌来报,却是说有一些松江本地的世子求见也非是生人, 名头的正是当初骑侣的那几位。 听说国师回来了,这帮人也不知是为了什么事情,竟是纷纷前来求见。 江星火似事也不意外,直接说道,一猜就知道他们为何而来,那便让他们进来吧,不过有什么事也得等稍后再说。 十几个衣冠楚楚的世子涌了进来,显然都是松江府本地声援的一届领袖。 国师既然打算听他们的诉求,但又有要求他们不要现在说, 这些人倒也乖巧,安静地站在刚进院子的位置, 看着被晒得不成样子的众惯例,先是对这些惯例失了体面有些下意识的鄙夷, 但其中一部分人,玄机就有些敬佩乃至自残了起来。 宋礼也是毫无正三品大员的排场,起身亲手从井里把叫好的冰瓜拿出来, 然后给众人切开分了。 宋礼一边分,一边笑着继续说,便是说,知意行难也。 以众惯例,世子此时确实有些坐立不安, 但江星火示意众人无碍,也只好看着让侍郎切瓜了。 不过别人能看着,黄之斧却不能,他连忙抢过这个活计。 黄子薇这个松江之斧,最近跟着国师混得愈发体面, 非是外表的体面,他一样被晒黑了,而是别人对他的卫福, 这是他以前被架空的时候从未体会到的。 他操刀给江星火切了块西瓜,自己也切了一块,啃着瓜含混道,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这下官是深有体会, 以前总觉得坐在府衙廊下听语, 靠着暗读文书便能把一个府置里的井井有条, 如今跟着国师把乡里跑遍了, 反倒觉得自己惭愧得很,真如青蛙坐井观天那般了。 一众柿子在旁边跟旁听声一样听着,江星火侃侃而谈。 为什么说无调查者无发言也? 咱们就说最近亲身经历的两件事, 江星火用大拇指、食指、中指掐着瓜,露出了两个手指头。 第一个,江南要开矿,十五抽沙丸还剩下几千白莲教祥族, 所以煤矿、铁矿、银矿,甭管是什么矿,该开都得开, 资源不能浪费,要利用起来。 那小苏狮子岩、鹤岩、观山, 前查四个银矿被当地官府说红武年间就开完了, 现在要报废,若不是派曹松去暗访, 咱们是不是就被糊弄过去了? 这里便是说,以前李锦龙在诏狱里提过一嘴, 红武朝时期,他在江西等地督办银客, 大明的白银产量逐年下降, 结果被朱高旭无情戳破, 差额兜进了他曹国公府自己兜里。 虽然这三万两银子李锦龙去年中秋大宴的时候, 都捐给了大明的大航海事业, 算是花钱买平安了, 但银客的内幕,由此可见一斑, 这次也是一样,地方官想借着上报银矿报废的名义, 把银坑里剩余的白银都转包给当地的豪强矿坝来开采, 并从中大捞一笔。 江新活表面上派了一批人去调查, 这批人当然是被带着吃喝玩乐送土特产去了, 但暗地里,曹松却带着人查到了证据, 直接导致当地幻场的大地震。 众人都跟着点了点头, 若是光靠说, 他们还不太好理解其中细微的含义, 但一举例子, 便都清楚了, 国师的话不是什么大道理, 是能真真切切指导他们做事的准则。 江新活又一口气啃了两半瓜, 方才伸出小指头道, 第二件事, 咱们核查他一入母的时候, 是不是明确规定了不能有任何新型摇曳, 不能再搞无常贪派劳动。 陛下怕咱们管不到为所兵, 也特意下了圣旨, 数年用兵, 军民皆困, 金方使他一入母与之休息, 朔有令, 善意一军一名者, 处重罚, 比文威所辅献都不尊成, 仍袭顾必私善差役, 如去犬羊, 无复分毫金序之意, 世上不敬军命下不续人穷人之苏息, 何时可遂, 诸位所关掌, 而等其申明前令, 自今有在犯者, 诸不佑语气够严厉了吧, 杀头的惩罚够狠了吧。 听了这话, 就连送礼都露出了苦笑, 这件事情是真的给他们开了大眼, 打死他们也没想到, 地方上那些重置在如此明确 画了红线的情况下, 还能玩出花活来。 结果怎么地, 后来又因为一件小事, 陛下给礼部和五军都督府下了圣旨, 说的是, 自静南兴兵以来, 将怀及中原之人, 亏运战斗死亡者众, 而暴谷原野, 多位埋塞, 命令部继都督府分钱人巡视, 都锁在官司色之, 无非就是掩埋荒野外尸体的事情, 按照现在的规定, 各地官府, 为锁, 花点钱雇人去干就好了, 这个钱已经从百姓的付税里收上来了。 好吗, 他们怎么玩的? 以前是谁不想扶摇也得交钱免疫, 现在是谁想去收尸体得给官长们撕下交钱。 然后官长再把按照规定应该用于该项花费的钱, 截留一部分, 转手发出去, 里外里挣两份钱。 江心火是越说越气, 直接把西瓜塞到了朱高旭手里, 指着空气难得骂娘道, 你挣钱倒是给朝廷把事干了呀, 还特娘的又转包出去一手, 又转包也忍了, 这种事情免不了, 可是这帮接了任务的地痞, 无赖自己找不到多少荒野尸体, 上面因为花了对应的预算, 又有收尸指标, 最后干脆把人家村民的祖坟, 给半夜偷偷刨了凑数。 若不是村民告到黄之府那里, 在座的谁都不知道, 这像话吗? 这确实不太像话, 在座的吃瓜官吏, 柿子们都脱为忍俊不禁, 刨坟凑数的事情闹得太难堪, 整个松江府都挡成笑料传的沸沸扬扬。 江兴火叹了口气道, 所以说呀, 一个银矿上报报废, 一个收尸结果刨坟, 就这么两件小事就能看出来, 你要是不调查, 光是在上头给底下下指令, 送公文, 我跟你们说实话, 咱们这变法就得变成王安石轻描法第二, 成不了。 这话一出口, 官吏手里的瓜顿时都不甜了。 果实说得严厉, 甚至把调查时间上升到了关系变法成败的高度, 又着实不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容不得他们不重视, 毕竟是关系到他们切身利益和前途命运的事情。 王安石的轻描法之所以失败, 主要便是因为下面官吏阳奉阴为, 以至于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严重走样, 可谓是丑态百出。 永乐变法所用政策或许有的是相对激进的, 但从江星火政策制定者的本心来说, 却无不是以强国复明为宗旨, 关键的问题就在于执行过程能不能原原本本地进行落地。 如果不能, 那么是真的会竹篮打水一场空, 毕竟什么好的政策, 最后都要落实到人身上。 而眼下国师似乎已经找到了走出王安石变法阴影的破解之法, 那就是这个无调查者误发言也。 大小政策, 落地之前起码要做个调查, 如此一来方能保证不走行, 不被底层那帮虫之蒙骗, 知之欲明, 则行之欲赌, 行之欲赌, 则知之欲明。 国师这无调查者误发言也的道理, 倒是跟珠子语泪里讲的一样。 有世子开口说道, 这一开口, 剩下低世子也纷纷跟着说话, 现场的气氛却是转向了另一个方向。 黄子维作为本地父母官, 倒也知道最近的庙堂风向, 没用城珠里学那一套, 而是来了一句荀子劝学里面的内容, 不登高山, 不知天之高也, 不离身兮, 不知地之后也。 嗯, 这是最近朝廷在民间猛推荀子, 重回圣人之位造势的结果。 最近荀子的各种经典, 被国子剑印刷所加班加点的翻印, 在朝廷主流话语权的引导下, 福州县等各级学校都开始了学荀子的热潮, 官员们也都多少闲着没事, 扯两句他老人家的话以做潮流。 当然, 这也引发了相当大的争议, 如果说刚才还是在正经谈公务, 接下来的气氛, 却有些偏学术了一些。 江星火倒也没有制止他们把会议歪楼, 毕竟一方面是这些世子在, 有些公务方面的话就不好说了, 另一方面, 他也觉得自己刚才强调的有些过于严肃了点。 江星火自己反而重新从朱高旭手里拿过了瓜, 乐呵呵地看着他们讨论, 也算是借此观察一下, 施林里到底是怎么看待自己尊崇寻子, 并试图以科学来替代理学。 国师不妨讲讲, 是极, 国师能解太极, 可是足以成为一代如宗的大宗师人物。 可不知国师这番道理, 可是有个什么说法? 若是有, 我等也算是正经听国师讲到了。 世子们纷纷起户, 经过太平街一夜后, 江星火如学造诣非凡的帽子算是被人给扣上了, 这倒也不夸张, 都能以矛盾解太极, 突破了理学最后的几座理论高峰之一了, 又是这般契合, 施林反响也很好, 别人自然是这么认的。 所以, 南京国子舰里也出现了一批以江星火的思路来做实验验证矛盾的信徒, 这种风气, 进一步地影响到了大江南北更广阔的范围内, 甚至有人送帖子想败入江星火门下, 来蹭了弟子的称号, 为自己试图助力的。 自汉武帝独尊如树以来, 学术圈和幻场就是分不开的, 门生孤立这四个字里, 弟子的地位更是要在老下属之前, 由此可见一斑。 这样说来, 这些前来求见的世子, 心思也就不言自明了。 不过江星火倒也没有拒绝, 以人一行王道, 据同路之人, 晚倾天之势, 本就是他的目标, 想要做事, 哪能没有支持者。 可说的俗气些, 在这个时代, 大多数人无非便是名语力的交换罢了, 只有极少数, 诸如姚广孝, 夏元吉那样的人, 才是真的为了某些内心的理想, 与他共同变法。 一念至此, 江星火倒也坦然开口说道, 另一位既然想听, 那报告的事情倒也可以先缓缓, 将某随便谈谈, 这里面倒也确实有几分说法。 最近国师忙于做事, 少于空谈, 但偏偏国师的空谈, 却一向是比较有意思的, 哪怕是身边人最近听得少了, 也晓得珍贵, 便顿时都正经微做了起来。 首先要强调的是, 咱们今天论道, 谈调查, 谈实践, 但是不谈本体论。 这东西自两宋理学开创, 建立, 发展, 完善以来, 争不清楚, 我们干脆也不争, 诸位觉得如何? 世子们窃窃私语了起来。 所谓理学的本体论, 便是之前讲过的太极, 但根据李一芬书的原则, 我们可以知道, 在每个人的心里, 都有自己的太极, 也就是自己的天理, 圣人以忠殉吉, 故太极亦所谓忠庸, 忠者, 心也, 庸者, 用也。 由此可见, 太极一起在心外, 也就是等同于自己自己的心。 诸文公文集, 卷七七位, 人之所以为天地之忠, 而为万物之灵者, 心而意。 然心之为体, 不可以闻得见, 不可以思虑求, 为之有物, 则不得余言, 为之无物, 则日用之间, 无是而非是也。 诸兮觉得心虽然摸不着, 说不出, 却又无所不包, 于是他在诸子与泪, 眷酒吧有云, 万物有心, 而其中必须。 只这些虚处, 便包藏许多道理, 迷伦天地概括古今, 推广得来, 盖天盖地, 莫不由此, 此所以为人心之妙于。 归根结底, 是一个比较违心的东西, 将心火一向对其不感冒, 而且, 也确实没有一个 评判谁对谁错的客观标准 一旦辩论起来, 很快就会陷入到 子妃于安之于之乐, 子妃我安之我不之于之乐的循环里。 所以, 将心火干脆事先强调, 我们就不涉及本体论这套, 只讨论客观调查和实践, 你也不要拿本体, 新兴这些东西来硬碰。 但在这个时代低势子看来, 本体论是最核心的东西, 任何事情到了最后都是求于己心, 想要绕开本体论坛其他, 却是有些走歪门邪道的意思。 嗯, 反正不同时代的主流哲学观念截然不同, 不过国师非要有这个前提, 他们倒也不能说什么, 只能默认先不考虑本体论对万事万物的影响。 不过这样说来, 这些世子倒有些好奇了起来, 国师到底要从什么角度来阐释自己的这套东西? 你们都知道, 理学鼠类博杂, 有理器论, 本体论, 心性论, 功夫论, 除此以外, 还有礼仪分书等原则, 那么之前我讲过理器论里面的太极和矛盾, 今天要结合实际, 讲的便是功夫论里面体察所以然的认识论。 对于江星火来说, 变革从来不是喊口号。 江星火很清晰地意识到, 想要真正, 彻底地改变世界, 有两条并行的主线要做, 一条主线是点画制造力, 并一条主线是解雇思想。 以前江星火在狱中做的是解雇大明最高层决策者的思想, 而出狱后, 太平街与奇雨, 是解雇精魅世子思想, 随后, 江星火在江南评判, 震灾, 治水, 建厂等等, 手头的一系列事情, 包括日后的征伐安南, 日本, 则是真正点画和改变制造力, 但同时, 解雇思想也不能落下, 之前是实在是太忙, 忙到脚底板冒火星子, 现在稍稍得空, 自然要提上日程。 解雇思想同样是两方面的内容, 第一个就是科学的推广, 这个字不必多说, 也是回敬后的主要任务, 第二个便是哲学理念的变革, 这一项比较困难, 一般穿越者真干不来。 为什么干不来? 答案也很简单, 哲学也有其时代局限性, 这种局限性不只是说, 以前的哲学放到后面, 会有一些地方不太适用, 当然大部分本源性哲学理念是历久弥新的, 同样后世先进的哲学思想, 如果没有了对应的时代条件, 直接扔到之前的时代, 那么普世性就会受到一定的限制。 说人话就是直接照抄, 会被这个时代的人当傻子, 疯子看待。 所以, 正确的解题思路就是, 把后世先进的哲学思想, 通过这个时代的主流哲学观念, 以这个时代人能理解的方式, 给表现出来。 这就需要该穿越者, 既懂后世的大部分哲学观点, 19世纪, 初到20世纪, 80年代即可, 倒也不需要明白, 后现代主义哲学, 拥有中等片上的学术理解能力, 和主观创造, 或者说缝合更为恰当能力。 但事实是, 能理解哲学的基本原理和流派, 对于大部分穿越者来说, 就已经是一个筛选项了。 所以, 江星火这种点化制造力 与解雇思想并举来改造世界的目子, 却是比较少见。 此前, 江星火通过尝试和后续的观察, 认为之前以矛盾解太极, 就是一个很好的理论突破, 明面上是给理学突破了理气论上面的重要理论高峰, 但实际上, 却是促进了早期科学实验思维的推广, 这种推广效果, 看看荆州世子争相放飞的热气球, 就能看出来了。 而如果把成诸理学当作一门学科, 那么其中无非是理气论, 本体论, 心性论, 功夫论, 这四大类主干, 再夹杂着十几种分支, 理气论, 已经用矛盾解了一部分, 本体论, 暂时不管, 心性论, 便是之前先艳人性论的形而上批判已然讲过了, 剩下的便是这个功夫论。